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实很多 有些东西你都会知道 台长你炸不炸气 有时想吃炸鸡翼刚刚炸起很棒 但我要打包 他放入法库胶里打包 然后你回家开饭时 你已经看到一只鸡翼融入 把法库胶里有些胶都融入 你吃不吃? 我记得看你饿不饿 你饿不饿 我没有饿的时候 我有时知直一点 我会射几十张一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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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一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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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就去其他 这种意识其实以前没有什么 我们在小时就说 吃下肚子 有事才算 但现在问题是 很多小孩 他们用的器皿 穿的衣服 穿的鞋 穿的东西 其实基本上大家要很小心 就算是胶的容器 我们也觉得是有问题的 是的 例如胶的容器 如果懂得喝酒的人 不喜欢用胶杯 怎样喝胶杯? 但喝胶杯的酒 不知道是什么酒 真的会不同 因为尤其是烈酒 你用胶杯 你能放进去 你真的会随时看到 酒质变了 是真的可以拿到有些东西变了 而且拿出来的东西 很多时候就是 我们那些 叫做素化剂的东西 素化剂的东西 最责势就是 女士喝会没什么东西 男士喝会有些麻烦东西 所以男士听到这些东西 就是幸好 我一直都用玻璃杯喝的 譬如说 由人工合成物料 而且一些所谓 我们认为很耐心的物料 但它会脱出一些东西 进入我们的食物链 那些东西 其实就是其中一类的危险 另外有一些 我以前说过的 那些微塑胶 一些我们以为 一向很大件 但在大自然环境中 风化 越来越小的塑胶 是可以进入胎盆 进入了孩子的血管 这个不能够做 另外有些就是我们经常 吸入的PM2.5 直接进入微塑血管的那些微粒 接下来可能还会面对 一个挑战就是 纳米尺度那么小的 nano particle PM2.5 就是2.5 micrometer 如果你是说最小的那些 最小到nano的那些 你基本上就这样吸入 而且那些很多时候 不是大自然本身存在的粒子 是一些人工复合 很难才能做到 但也很难才能分解到的东西 所以你说 我们自从懂得做人工合成物料 有磊笼 有塑胶之后 其实我们对于人工合成物料的提防 就是防不升防 我们开始看到有些人工合成物料 我们知道很危险 于是乎我们发明 另外一只人工合成物料 想着安全一点 但是我们其实一直都发觉 就是说 一直找来 原来都好像是 有很多潜在危险 我们用的人工合成物料 越来越多 那些东西看来越来越硬正 但是潜在危险也越来越多 对啊 譬如你煮东西吃那些 三菇盐餐 也可能会有这些问题 不过这些我们不用说 那些就 数不升数 大家都知道 Telfron Telfron 也拍了 这个我们有说过 以前你说很重要的教训 DDT 落叶素 这些我们见过很多历史教训 最重要的是 现在比较近的 素化剂 这些都是 有时一些穿衣物料 去残余的素料 会令到人家的皮肤 我们见过很多 但是有很多就是 我们一直 我们不只是说这些 其实我们在上一节 也说了一件 其实有一些 又是属于这种 人工复合材料 很好用 很耐用 很便宜 大量存在着 在我们周围的用品之中 我们现在还未知 它是否危害 但是它的扩散实在太厉害 所以现在就开始引起 这些科学家 和环保团体 甚至乎政府机构的注意 是的 那名字的简式是PFAS 我就不太有兴趣 理解是什么 但是中文名字 大家可以认识 叫做多忽软基物质 是的 其实它是一类的东西 如果是软基物质 软基物质 你便想起 例如甲软之类的东西 甲软就是一个坛 外面叉住四个氢 但是它因为是多忽 或者是全忽 上面那些 有些氢就拔走了 就贴一个忽软上去 其实你如果搭地铁 有看到 有些叫什么臭袋三忽 那些甲软器 其实都是这些多忽软基物质 其实地铁就拿那些东西去灭火 尤其是因为电线着火 你是用这些来灭的 而且灭的 是产生很多有毒气体 所以也不是立暖 你要受训过才懂得 如何用合适的物质去救这些火 但是我们日常生活中 认为这些很好用 碳黏着这些窟的一些这样的化合物 其实我们是很广泛使用的 我们贪用什么呢? 线水 所以你做乳套 比如复合材料 防水物料 我们会用 甚至会用到厨具 有一些 其实我可能你们都会感受到的 你买一只纸杯 那只纸杯不是全部纸 在一些胶上 里面有层纳的东西 其实那些都是PFAS 里面的家族成员之一 那些东西 你如果浸走下去就麻烦一点 它可能会溶到你里面的东西 但如果普通浸过提子汁 倒杯水 如果浸水下去 照计就没有什么 这些东西 我们一直以为是很容易弄 很耐用 所以我们很放心 在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器皿 那里去用 但是很有趣的 现在我们有没有很直接的证据 证明这些有害呢? 又未去到很直接科学证据 但是因为我们 吸收过以前的教训 我们知道通常这些东西 你见到它最初没什么 但是累积越来越多 总是有些东西的 我们试过 杀虫剂DDT 我们试过 最初的浓度低 但是累积得多是难的 所以其实很多时候 是一个浓度的问题 你要定 有没有定到一个适当的标准 根据我们已知的知识 定到一个适当的标准 令到它们 是不会令到我们 在有生之年去病一次 可能我们会因为其他病死 而不是被这种毒死 尤其是在美国追踪的法学 现在在我们日常生活的 食水里面的PFAS 是越来越多的 甚至乎是进入了 这些嬰儿食品里面 诶 诶 诶 这个看看原来是杜邦 杜邦 杜邦有个人搞这些 不奇怪 你搞得化工 你就不停地去开发 这些新的物料 来被人用 是的 杜邦大家都知道 这是一个显黑的家族 他为何发迹呢 在美国独立战争的时候 他就在法国那边 帮忙做炸药 是的 到现在 当然不是做炸药那么简单 现在基本上 所有这些化学的日常用品 好像都具有份 是的 他的基地应该是在Dellaray 是的 是的 有一个花边很有趣的 美国本身联邦政府 会抽联邦政府税 每个州也会有个州税 要抽 即是你住在美国 你交税 除了联邦政府扣起你的税之外 你住在哪个州 他会扣你哪个州的税 如果你不需要住在New York City 以及在西雅图 他会有City Tax 市也会抽你税 即是一个国家抽你三种税 而Dellaray 这个地方很特别的 他的联邦税 你要交 但州税是Dellaray 即是DuelPont 去帮你包办 如果你是住在华盛顿DC 因为他不属于任何一个州 他也不是一个什么 他纯粹是联邦政府在那里 所以他不会收钱税 他只是收联邦税 所以就是说 为什么美国首府 特别多窮人去住 就是有这个原因 这个是题外话 杜邦就以美国Dellaray做基金 所以也养活了很多人 他的公司创造了很多就业 是的 做一些化工材料 日常生活中 多些化工材料 造福了很多人 我会说 这个PFAS是他们的产品 其实用途非常广泛 多到一个地步就是 你随身看到 你如果那件塑胶材料的东西 你希望它是比较满水的话 基本上你预计了它便会落下 有的 就是 你知道有些蜂褂 你也知道有些材料 它都会做到吸水 但如果你做到整件线水 尤其是乳褂 一定会用到这些PFAS 即衣服上面都有 是的 很容易随时 你的衣着皮肤会接触到 而且有时 你不要说 寶寶用品 你都不做一件口水尖 你想它有些材料是满水的 不骯髒的 你会用到 而这些东西 我们一直就认为 它没有什么害 譬如如Dupont 这些公司 它就算发明了一件新的东西 它有很多这些检测 按照目前的标准 大家都未清楚的时候 它自己就试一下做实验 交出来的结果 似乎是 不会比起其他更有毒的时候 大家就会批准你去用 但是我会觉得 今次这种PFAS的关注很有趣 是我们吸收过很多次 过往教训之后 在今次是企图 在未造成更加大的困扰之前 去做反应 以往我们很多时候 等到已经有很多人染病 然后再去做统计研究 但我们都会清楚 等到这样的时候 就已经害了很多人 所以今次PFAS 就是说到 连在普通的食水里面的时候 都累积得越来越多 这些Forever Chemicals 这些东西分解是很难的 它很好用很便宜 很容易散到周围都是 它的浓度很容易 在我们的食物链 和喝水里面 累积得越来越多 那你就有权去问 当这些东西涉得越来越多的时候 它会不会有害 到底是涉到多少才有害 所以现在希望 就是几边一起用 我们不如早点走过来 谈一个标准出来 究竟去到 譬如对小孩子的用品 不能超过多少 但在大规模出现受害者之前 就制止这个悲奇发生 但你怎样去证明这件事 我们说是一个 我们只不过说 我们说这件事 就是小用文 但杜邦可能说 你怎样证明 你有什么方案证明 最初也是 你给高浓度剂量给白老鼠市 是啊 那你去看看会不会自男 他也是说到 很多时候 那些男人牵涉到膀胱癌 和高软癌 不知道为什么 他觉得要 凡是塑胶的东西 都是先搞男人 都是先搞男人 就是塑化剂 又会影响到 令到男人会更够 就会影响到 直接影响到 他那个 可以分泌 因为这些 无论是蛋白 或者是塑胶 这些复合物 在外面的分子结构 很多时候 就会模仿到 某一些内分泌的作用 即是你以为它是 其实它不是的 为什么有人说 男人有什么多豆浆 都好像会 有些人说 很夸张 有些女性的反应 其实他本身 自己不是什么 女性的荷尔蒙 但他有些事情 就会令你身体 不以为它是 嗯 那你现在 这个 例如说 对PFAS的监管 或者防范 是国际标准 还是美国自己搞 现在应该是说国际标准 是说你无论是美国的FDA 甚至乎欧盟那边 想做一个标准 其实通常这些标准 是欧盟比较紧的 美国比较紧的 但我会认为 为什么这两个东西只要说 其实你说如果只要说 PFAS本身的化学东西 就很闷 但我会比较欣赏的 就是当大家吸收了 这么多次教训之后 不要每次都等到 大规模出现受害者 才去补获 当你发现有一些不正常的东西 即你那套预警机制 如何开着呢 就是有一些东西 你不要理会有害没有害 它不应该在水出现 但它出现了 而且浓度越来越高 我们都会感受的 应该要阻止 就譬如说 那些微塑膠 我们都未说得整 甚至说 那些微塑膠 会不会塞着脑 令到你更容易 有脑退化 现在都未说得实 但是总之 一些不应该在那里出现 突然出现了 我们就尝试要 早些去反应 去管制它 即是说 你不太知道 它在身体的状态 譬如说 它会排泄出来 它会吸收出来 还是它存在我们的身体内 很久 然后才发生一些东西 其实我们现在不知道 是的 现在有人怀疑 通常是一些关联分析 你找不到它的物理 即化学机制 究竟它这件事 怎样会引起身体的 基因变移 即PFAS 和身体的生化物质 的相互作用 我们还未弄清楚 但是 在一些部分的 关联分析上 看到 就是说 一些日常接触得比较多 PFAS 的人似乎 即刚才你找到 那页也有说 肝癌 膀癌 甚至乎 高院 即出事 那些机率似乎 有些关联 现在也有很多 这方面的新闻 智男不寅 是会害怕的 很多的 但是 这个相关研究 可以这样看 譬如说 我们之前有一个电影 讲《Telphorn》 是的 那接着 为什么爆出来 就是最初 他们的公司 做这个时候 是找自己的员工做事件 那些员工全都生了癌症 那这个就是 你的公司就博 他们生癌症 可能有其他的因素 只不过刚好他又搞这个试验的时候 他又生癌症 接着你查一下他们 有没有吃烟 有没有喝酒 是的 他们会不会有其他的生活习惯 令他们一起做同样的事情 原来是其他事情 令到他们的干扰因子 另外这个在银里有的 银都有 尤其是那些美国佬银 不是说你用那些生铁银 有时甚至乎 希望两边 因为现在有些复合材料 可能里面的核心都是生铁的 然后外面有其他电道物质 在外面整成防水层 那些不是防水层 那些叫防粒锅的层 是很方便的 那些你一抹就会脱掉 但你就不知把东西都摔掉了 因为它脱掉的时候 其实你就可能会吃掉 是的 其实你如果问我 首先就是不要吃那么多煎炒菜 或者就算你要去吃煎炒菜 自己做也好 外面光顾也好 看看它不就是用三铁锅 哎呀大哥 你怎样做的? 在外面煮的大牌堂 我们来吃煎炒菜 那些你会看到 那些你会看到 最好是厨房是开放式的 你要看它怎样煮 在街上煮的那些 那些是否有什么 好 这些节目就结束 下一节就回来了 梁錦祥工作室 在这个网络言论自由被打压的年代 我们依然坚持自我做好节目 坚拒自我审查 因为我们相信内容有价 而你们的支持就至关重要 请大家订阅梁錦祥工作室Patreon 并立刻成为付费会员 守护自由言论 而我们在YouTube频道上的每一节节目 都要麻烦大家记得 按赞、分享、留言和按钟仔呀 感谢大家一直支持梁錦祥工作室节目